那个还是说一下 今天晚上的一个招生说明会吧 今天晚上这个招生说明会 主要说点啥内容呢 其实说实话 我目前也没有特别的一个内容 因为以前做过好多次了 所以大概率还是以前的内容 但是肯定会有些性动加进去 就包括我对这个行业新的认识 包括说我对这个考试新的认识 包括我们对整个这个行业的发展的一些认识 我也会逐渐加入进去 然后渗透进去 我们并不是实际求是假 我们并不是说一个说 简简单说 帮你考试通过呀 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如果仅仅这么简单的话 好像我们做起来其实毫无难度 真的毫无难度 这考试不难 那句话考试真的不难 只要花点时间肯定能过 但是呢过了又如何 过了就能改变我们的生活吗 或者过了就能实现我们想要的那个目标吗 是吧 因为我也看到好多人啊 就是不管考过的或者没考过的 或者考过已经从业了 是吧 都在纠结这个收入呀 挣多少钱 是吧 感觉特别特别累啊 这是概念啊 所以我们 更多的会在这个招生说明会上啊 就和大家就探讨一下吧 就探讨一下这个行业啊 到底该该怎么做啊 是吧 我们才能去走得更长远一些 才能够说在这个行业里 长期的立足吧 或者这么说 或者长期的发展 我觉得更多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如果说简简单单单就说 哎呀 怎么能过这个考试啊 什么 是求是想啊 就是目前来说这个 当然对这个行业来说啊 这个考试很重要 因为只有通过这考试才能重业嘛 是吧 就是个道理 你考试通过就没有办法重业 这不光在国内啊 在国外也 这个道理 会做或会做是一码事 能不能通过一个考试又是一码事啊 所以这个确实会 会有些问题 但是我们说还是那句话吧 如果说仅仅是为了一个考试 说实话没有那么复杂 很简单 但是呢 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需要我们去 思考更多的一些事情吧 所以我做这个说明会啊 主要也是个目的吧 就和大家一起去思考啊 或者一起去探讨 我们将来到底该怎么做 还是那句话吧 这个一步步来吧 是吧 早期也没有办法 一点点来 然后那个说明会的那个链接啊 我会在群里头啊 就是这个你一直往后看 看到最后啊 有个Q是群 我还在群里 大概下午吧 下午我把他这个链接放进去 放进去 因为他那个腾讯会议 那会议号的每期都要变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弄一个固定的会议号 现在 我在下午会把这个链接放进去 如果说你加入的吧 的话 也想参与这个现场做明会的话 你到时候在Q车里私信我都可以 好吧 大概就是情况 好 那个我们再录一个这个关于我们这个复习体系啊 也就是复习课程的一个宣传片吧 因为隔几天我就更新一下 因为我们课程在不断的去调整 不断的更新啊 所以我们这个宣传视频啊 也会持续的更新 是这样啊 因为目前我们只遭收这个一次过五科的学员 或者一次就报五科的学员 一次报一科两科的 我们目前是不遭收了 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 目前我们这个课程体系的一个特点吧 我们的课程体系啊 因为是学员都是这个一次啊 一次过五科的 但现在还有一些这个单科或者两科的学员 当然我们目前已经是只遭这个五科学员了 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课程体系里啊 我更多的喜欢把它交成一种复习体系啊 我们把五科的界线 我们把它去 去把它拆掉 我们在整个的课程复习中啊 就把它用一体化的思维 这种一体化的思维有什么好处呢 还是咱们说的 因为咱们这个复习啊 或者去报名辅导课程 就是为了通过考试啊 并且我一直强调什么 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通过考试啊 我们不要更应该是高校通过考试是吧 你一个考试就考个半年一年 考个这个两年三年 没什么意义 哪怕说现在这个协会的这个 考试的次数增加了是吧 但是你 你要想到啊 就每一次的考试啊 其实就是每一次的竞争 每一次的竞争 你总比别人晚了那么两个月三个月是吧 日积月累 你比别人晚了可能就十年八年的时间 所以还是那句话 只增昭息 我们既然做 我们就一次就把它做完 把它做好 在整个的 因为审核员的考试这个人 审核员的这个考试啊 它只是审核员这个行业竞争的一部分 或者一个最最基础的一个门槛 如果说你再入这个门槛的时候 就已经比别人慢半拍了是吧 那你之后会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啊 就是道理啊 呃 所以我们现在的课程啊 也就非常坚决啊 非常果断的啊 我们只招这个呃 一次过午课啊 一次想考午课这样的学员 呃 所以还是那句话吧 呃 我们呃 努力啊 努力就把这个速度啊 提起来 把效率让它更快 那我觉得只有这样啊 才能去呃 更好的适应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啊 否则的话 呃 被时代淘汰啊 或者被时代抛弃啊 指着时间的问题 呃 我们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课程啊 或者对这个体系啊 呃 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啊 这个微信是我自己的个人微信 呃 你可以呃 问一些咨询一些这个 课程相关的问题啊 但如果不是那个呃 课程相关的问题啊 就是是这样的 因为呃 有人加了我啊 他也不是为了报名啊 呃 也不是为了呃 参加课程啊 或者参加我们的复习背后体系啊 呃 他更多的是 为了问一些问题啊 你说 问我问题啊 我就不能回答 神之求是讲啊 我又不能说不答 是不是 不答的话你肯定觉得 呃 这个李老师怎么是这样 这样是吧 不好 呃 所以我们又建了一个公益讲座的QQ群啊 这个如果说你有什么 关于注册省呃考试 呃考试啊 或者相关的问题啊 你可以加到这个 QQ群里啊 我每周 目前我的进度 我进度是每周都会有公益讲座啊 你在公益讲座上问啊 呃 你不要什么问题都来加我的微信啊 然后问来问去啊 说实话 我目前主要的精力是在这个课程的学员身上啊 我没有那个精力去呃 回答你那么多的问题啊 你可以加个公益讲座的QQ群来问我啊 报名就是我刚才那个呃 哎 我能不能回去啊 报名的话你就加我这个个人的微信啊 如果说你就是呃 问一些这个相关的问题啊 你可以问没问题啊 但是仅限于你在这个公益讲座上问啊 大概就这个这样一个呃 呃 一个安排吧 呃 别的也没有什么 还是这句话 就不管你报个报名课程啊 不管你跟随学 加快速度 当然还是那句话 呃 报名我们的课程啊 肯定会让你节约非常非常多时间啊 时间其实是一个人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对吧 就是个道理啊 当然还是那句话 餐厅人没有办法去教育 呃 只能去挑选 呃 我们的课程其实也是挑选 呃 最优秀的 就是整个 整个行业里可以说的最优秀的学员 就这样的道理